各位各位晚安 今天提早一點點時間來做的Catch in the right的導讀解籤正因訓練 我們很快來看到前一次 進度是到了第96月結束 到97月第1句 我們就直接往下講 好我就先念一段再來解 那這個籤蠻好解的啦 你看就知道 那我先回憶一下 那就是Holden實在是沒辦法跟三個女的跳舞 我為了實現承諾就一個一個跟著跳其中有個實在是 跟拖的自由女神像在舞池裡面拖的跑一樣 實在是很難過 他只好苦中作樂 就騙他說他看到Gary Cooper 回到位置上之後呢那個女的還真的 再跟另外兩個女的講說他有看到Gary Cooper 好繼續往下 我先念一下 那房間是閉嘴的 所以我買了他們的兩瓶 瓶瓶瓶 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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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自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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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營業業總會還是 那個night club不能翻成業總會啦我們國內的業總會是跳舞 那種 黑狗兄那種啊 這個比較像喝酒 跳舞 聽音樂為主 跳舞其實是 比較 不是為主 這樣 那我們的業總會是跳舞為主 老美這種業總會就我知道這種叫night club 只是說你住飯店晚上睡不著覺或是你是夜貓組 去喝喝酒聽 演奏為主 那為了要 炒熱現場氣氛他也允許在 樂隊播的演奏的音樂很不錯的時候 你可以來跳跳舞這樣他不是去那邊專程跳舞的這樣 所以 他有一定的營業時間 那個bar 可以喝酒的那個bar 其實也就是整個你看到喝酒點飲料有桌子 可以有演奏有小舞事 那個整個可以叫做一個bar也可以啦 就是說馬上打烊了 然後那個bar也要關門了 So I bought them all two drinks a piece Quick before it close 他就趁打烊之前 每個人 Savisu 在幫他們點了兩杯飲料 A piece 一個人兩杯 在關門之前一個人再點兩杯 表示他很有錢大爺 就是 好人做到底啦 And I ordered two more cokes for myself 他自己也只能點 那個cokes應該是 應該應該是可口可樂啦 Coca Cola 所以他又點了另外點了兩杯 那個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The only ugly one Lavin Kept kidding me Because I was only drinking cokes 那那個Lavin 跳舞還不錯的那個Lavin 比較醜 兩個醜女當中的其中一個 就一直在開她玩笑笑她啦 說她只能喝可樂就嘲笑她 She had a sterling sense of humor 她說 這個Lavin 舞跳得不錯 人雖然醜 但是舞跳得不錯 也很有幽默感 那個Sterling 是very good的意思 You had a sterling sense of humor 啊 幽默感也不錯 好這樣子 She and old Marty were drinking Tom Collins's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for Christ's sake 那Holden雖然不能喝酒 但是他應該是圈內人 行家啦 他不能喝他喝可樂 不代表他不懂酒 他說這兩個 女的 一看就知道不會喝酒 為什麼 因為他點 12月冬天那麼冷 外面下大雪 居然是點 雞尾酒的那種有加冰塊的 他不怕呢 好就是 Tom Collins 就是有點像檸檬水加一些 琴酒 然後再加一些 冰塊 加一些糖類似這樣 喝起來甜甜的 很好喝的 他就覺得說 到底懂不懂啊 一直在點 那個 Tom Collins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說他們真的不懂 他們大概只會點這個 其他不會點 那那個 青髮碧眼比較好看那個呢 還算 懂一點 他點的是 威士忌 The brown one Oburners was drinking bourbon and water 是 Burbon是美式的 威士忌的一種 冬天喝威士忌才對嘛 才有一點點保暖嘛 怎麼會喝那種加很多冰塊的雞尾酒 哈哈 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我 我不是很會喝酒啦 She was really putting it away too 那他雖然 點了 Burbon 跟 水 但是 也沒有動啦 事實上就把他放旁邊啦 為什麼 因為他在忙著追星 在看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看到明星 The whole street of them kept looking for movie stars the whole time 哪裡有時間喝飲料呢 萬一一不留神 大明星 Gary Cooper 手上拎著金像獎講座 又從眼前 又溜走了 又沒看到 那就完了 所以把所有東西都暫停不喝 每一秒鐘都在跟雷達一樣搜索 They hardly talked even to each other 因為要看得很認真 所以 也不講話 怕一不留神 又錯失良機 這樣子 Old Marty talked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那個Old Marty就是 應該是那個自由女神 拖了自由女神走 那個是Old Marty 比較醜的那個 他那句話就講比較多一點 比另外兩個多一點 She kept saying these very corny boring things like calling the camp the little girl's room 他一直在講一些喔 很聽起來 千篇一律 老生常談 的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就 Holden聽起來實在是很無聊 實在是不值得一提 但是呢 那個Marty又講得 好像口墨橫飛很興奮這樣子 表示兩個人不是 在同一個 頻道 平帶離的人 哈哈 一個在東一個在西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他說呢 他講哪些很無聊的事情 他說 The camp's廁所 他說 其實那個廁所不能叫廁所 要叫little girl's room 這樣子 那現在老美 我之前在美國 那個叫lady's room 就是女車跟男車 他如果有分的話 lady's room 那個時候叫little girl's room 不知道是他開玩笑還是什麼 And she saw Buddy singer's poor old beat up clarinet player It was really terrific When he stood up and took a couple of bicycle Harlacks 那他又認為呢 這麼爛的樂團 那個Buddy singer 裡面的那個 很 糟糕的那個pore就是 那個 氣速不怎麼好 然後呢 看起來好像一副狼狽的樣子的那個 Clarinet 好像是 黑管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一種 好像吹黑色的 黑管那個叫clarinet 的演奏者 吹黑管的 我們來實作一下 看那個clarinet到底是什麼 看一下那個 Tom Collins同學可能也常喝啦 就長這樣你看一堆冰塊然後這裡面可能是檸檬再插一個是不要萊姆還是什麼 這個有什麼好喝的 那你冬天喝這個你不會覺得 快長洞窗啦 但沒辦法那那個幾個西雅圖來的可能不真的不是不是很會喝酒啊 亂點啊 我們看一下clarinet是不是黑管 單黃管 也叫黑管啦 對 Clarinet Linet ו 好 好 他就认为那个烂乐团 很糟糕的乐团 叫Buddy Singers 里面的有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狼狈的 那个Beat Up 就是疲惫狼狈不堪的 Clarinet Player 刚刚我们看了那个单黄管 黑管的演奏者 吹黑管的那个人 很棒 看上演啊 When he stood up and took a couple of ice cold Harlux 当他散起来可能独奏 solo 然后呢 吹了几首 a couple of就是一两首 Ice cold Ice cold是指说 好像听起来没有让人家热血沸腾 不好听啊 Harlux是指 Jazz 在1930年代 40年代 爵士乐叫做Harlux 就吹奏了几首 听起来冷冷的 爵士乐 但是呢 那个Mardi 觉得这个不得了 很棒 太好了 太好听了 他说这个人是不是 有一点点 corny是说 就是一些很 稀松平常 很平淡无奇的东西 他一直觉得很 很刺激 很新鲜 那个叫corny 这样子 就是对一般常人来讲 不认为 甚至觉得不好 但他呢 就一直 感觉很好 这样子 有点像一个笑话 你听了一万遍的 他一直照讲 讲了自己觉得好好笑 哈哈 the other ugly one 好 有点跳 好 she called his clarinet a licorice duck what she call 呢 好 那 他为什么觉得 他不但觉得 那个吹得很烂的 然后看起来一副邋遢 样的 那个要死不活的 那个 吹黑管的 solo的时候 吹了几首爵士乐 又不好听的觉子 因为他觉得他很棒 然后呢 他又叫他手上的 那个 clarinet 那个黑管叫做 licorice stick 好像觉得很好玩 但是 事实上 clarinet的另外的别名 又叫做 licorice stick 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他好像把它当成一个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一直讲 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 哈哈 这个叫corny 那我相信我们周边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像我这种 喜怒不形于色的 你除非讲的笑话 真的蛮好笑的 或者讲了一段 我没听过 我实在是笑不太出来 那我装笑的话 更不像了 这样子 所以 那个 有些人就是说 那个 说我很难聊 那其实不是很难聊 是我对corny 这样的事情 是不感兴趣的 可能这个毛病 跟holden有点像 那个licorice 是指甘草 甘草做的棒子 螺旋状的那个棒子 那个可能还可以调味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放到鸡尾酒里面 当 搅棒这样搅让它味道进去一点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鸡尾酒 但那个东西 是常常在酒吧看到 所以那个licorice stick 就变成了黑管 clarinet的别名 是这样来的 the other ugly one lavin 另外一个丑女 thought she was a very weird type 自认为自己 很聪明 也就是说 自作聪明的意思 she kept asking me to call up my father and asking what he was doing tonight 她对holden没兴趣 但对holden的老爸很有兴趣 想认干爹可能 因为她看holden 蛮有钱的 到处请歌 那她老爸一定不得了 认个干爹 可能还可以捞一笔 她就一直问那个holden 所以你打电话给你老爸了 然后看看她说 现在有没有空 就叫她顺便过来吧 she kept asking me if my father had a date or not 她就直接 开门见山跟holden讲说 你老爸有没有女朋友 date date就是约会的对象 那废话嘛 她老爸 结婚生小孩 生了holden holden都已经十五六岁了 那她讲的那个date 显然不是她确定 她老爸又离婚了 然后现在还没有再婚 然后有约会的对象 交往对象 她一定是想 搞个认干爹 看她老爸要不要 要不要弄个小三这样子 如果没有小三的话 果然是很witty 这叫高三远祖 she kept asking me if my father had a date or not four times she asked me that 而且一问连问四次 she was certainly witty 那个holden想说 这个女的真不得了 人不可貌相 想认干爹了 想得那么急 oh Berners the blonde one didn't say hardly anything at all 唯独只有那个 金发必演的 oh Berners 的那个Berners 不讲话 几乎没讲什么话 但她唯一讲的话 我看也是what 前面已经发生过了 every time I'd ask her something she said what 你看前面跳舞的时候 不管问她什么 她都是what that can get on your nerves after a while 她说 你偶尔讲一次什么 可能会 还可以被接受了 你如果一直讲 一直讲 你就会堵拦了 所以holden有点堵拦了 她说 我每次问她什么事情 当都是what 没有别的 那 想个几次之后呢 你就会堵拦了 这样子 就不想再问她任何事情了 all of a sudden when they finished their drink all three of them stood up on me and said they had to get to bed 那三个人可能有 有互相 有四一统 有默契 突然间 毫无预警 三个人就通通把饮料喝完 然后呢 站了起来 请身 要告辞了 他说 我们要回去睡觉了 天睡也不早了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get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他说 他们明天还很早起床啊 还要一大早就起床干嘛呢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要到Radio City Music Hall 去看第一场表演 那我们也可以来实作看这到底是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 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 可以来实作一下 诶 看起来是有 无线电翻成什么无线电什么音乐层啊 看一下 Radio City Music Hall 它是 The Rockets The Precision Dance Company 好 是 这场这个样子 確實是有這個地方 反正我們只要知道是一個 看秀的地方 在洛克菲勒中心裏面 這是洛克菲勒中心裏面 長這個樣子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在洛克菲勒中心裏面 他想讓他要這幾個人再多待一點時間 不要那麼早就走啊 但他們不願意這樣子 然後只好互相互道珍重再見 I told them I'll look them up in Seattle sometime 但是他心裏面其實是在想說我怎麼會跑到那邊去啊 我怎麼可能到那邊去看他們 With cigarettes and all The check came to about 13 bucks 他說連叫煙的錢通通加起來 帳單來了 大概13塊錢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t least offered to pay for the drinks they have before I join them 那帳單來的時候他們其實還沒走了 那我在想說他們為什麼突然要起車就走 就是因為打烊前那個waiter 可能是帳單拿過來了 他們怕 喝了那麼多 喝了那麼多如果Hoden說我們大家一起share好了 Split 就慘了 那那個所以才會突然起車就趕快走了這樣子 那Hoden也不是很在意這個錢啊 13塊錢對他來講 應該還夠 可以付得了 但只是覺得說這幾個女的好歹也應該 表示一下說 做做樣子也好嘛 雙下也好嘛 就是說 我們 你來我們這桌之前 我們自己喝的飲料我們自己來付好了 你不要把我們付前面那一段 這樣子 這就Hoden講了說 我認為 they should have at least offered to pay 就是他至少要表示一下嘛 說我前面那個你還沒來之前喝的我們自己付 這樣子 I wouldn't have vathed them naturally but they should have at least offered 當然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怎麼可能 那麼小氣那麼 摳門 還給他分那麼清楚說啊 你你 前面我還沒做到你這桌來的時候你們喝了多少 我來之後請你們喝了多少在這邊算半天 當然不會嘛 那個叫 I wouldn't have I wouldn't have vathed them 就沒有 Naturally vathed them 他們呢就 好像 ignoring就是也 走的時候也不說再見了 把帽子戴上就走了 那帽子就是對Hoden來講都 sad fancy sad 很難看啊 fancy就是說 看起來很 很炫的樣子 但是說實話很sad 這樣子 然後就 那幾個女的就把 那個 看起來呢 不是怎麼搭嘎的 很炫的那個帽子把他戴起來 and that person is about getting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depress me 然後呢 他就開始想 一大早起來 就要衝到 Radio City Music Hall 去看第一場秀 這檔子是 聽了就讓我覺得蠻氣餒的 讓我覺得蠻難過的 為什麼呢 看他後面會不會講 if somebody some girl in an awful looking hat for instance comes all the way to New York from Seattle Washington for God's sake and ends up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see the goddamn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It makes me so depressed I can't stand it 哈哈哈哈 這聽起來蠻好玩的 你如果叫紐約的人來講 有點像說 大老遠的從西岸跑到東岸來 然後呢 調鬧中 拼老命 第二天 然後呢 要一早起床然後戴著那個看起來很鳥的帽子 我看他有沒有講到帽子 他說如果有 如果有人啊 if somebody some girl 有些女孩 戴著很醜的帽子 然後呢 一路 從西雅圖 華盛頓西雅圖 跑到紐約來 就是從西岸這邊 跑到東岸 幾乎是 兩端了 For God's sake And I'm getting up early 然後來這邊什麼也沒做 專程跑來就是為了 調鬧中 一大早起床 趕到 Radio City Music Hall 去看第一場秀 這個聽了我 就他 住在紐約的紐約人來講 他聽了實在是 絕對無法忍受 怎麼會有這麼詭異的事情 這樣子 那以 以Holden來講 因為我不住紐約搞不清楚 我也不是1940年了 我在想說 Holden應該想說 你大老遠的跑來紐約 應該問問當地人 第二天要玩什麼才好玩 而不是大老遠跑來調鬧鐘 一大早起來 不管當天多晚睡 一定要爬起來 脫的疲憊的身居 戴著一點很醜的帽子 然後跑去 那個Radio City Music Hall 我相信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地方 就有點像 你大老遠從 台灣頭跑到台灣尾 然後呢 調鬧鐘一繞起來 可能做一些 跑到一個很稀鬆平常的地方 然後 做一些 隨時做都可以的事情 哈哈哈哈 讓當地人會覺得很奇怪 那 所以Holden覺得很depressed 他怎麼會有人幹這種事情 我實在是沒辦法忍受這些人 I'd have bought the Pope 3 of them 100 drinks if only they hadn't told me that 他說 如果他們不告訴我 讓我聽了 覺得真的很 覺得很邪門的事情的話 我寧願買他們100杯飲料 哈哈哈哈 為什麼 聽了很堵攔 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他就很難過 哈哈 心情就不好 心情不好 他還不如買100杯飲料請他們 然後 跟他講說 求求你不要跟我們講 你不要跟我講明天你要去拿 哈哈 好再往下看 I left the lavender room pretty soon 然後 這三個女的一手 Holden也緊接著 也離開了 The lavender room 那就是那個 club They were closing it up Anyway 其實已經在關門 在打掃了 你留在那邊也沒什麼意思 可能Holden是最後一個 And the band had quit a long time ago 音樂都不演之後 都收攤了 那個樂隊都走光了 走就走啊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one of those places that are very terrible to be in Unless you have somebody good to dance with 他說 首先喔 話這樣講好了啦 這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地方之一 就是那個lavender room 如果你不是有很好的舞伴 在這邊聽那個鳥音樂 樂隊演奏也很爛 你不是有很好的舞伴 你在這個地方喔 你一定待不下去 你不會跑到這種鳥地方來 這種鬼地方來 所以說他說會待在這種鬼地方 除非你有好的舞伴才會來 你沒有好的舞伴來這邊簡直是活受罪 這樣子 Or unless the waiter lets you buy real drinks instead of just cokes 那如果你願意待在這種鬼地方 只有用酒麻痹自己才有辦法忍受 偏偏呢他有買到可樂喝不醉 哈哈哈哈 所以他想說還是早點走好了 第一個 午伴也走了 音樂也不演奏了 我留下來幹嘛 如果還有酒可以喝的話 你可以繼續喝 結果只能買可樂這樣子 There isn't any nightclub in the world You can sit them for a long time Unless you can at least buy some liquor and get drunk 他說沒有任何一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夜總會 這種 nightclub 你可以待很久的 除非 你至少可以買一點酒精類的飲料 然後呢買個睡 如果不能這樣的話 那還不如 就提早離開比較好 不要待太久 Or unless you're with some girl That really knocks you out 或者說你跟 漂亮的女孩在一起 你真的 小鹿亂撞 這樣子 那三個就是醜女 所以他怎麼 沿襲怎麼研判 都不覺得說 有什麼好留戀的 還是趕快走吧 好 廣讀我看應該是 真的蠻快的 到11張了 我已經把他全部講完了31分鐘 那 剛好也沒有東西講 在這邊我們可以 實際體驗廣讀確實很快 那我就把前面我所解籤完的我用正音版再唸一遍 先放一點 放小段給同學聽好了不要全部放完 然後我再全部從頭唸一遍 好 先聽聽告訴我怎麼練 好 先聽聽聽告訴我怎麼練 就等她了 我一回去了 我是太害怕 她不是太害怕 她和我都喝醋 她和我都喝醉了 她和我都喝醋 她不在乎 她不懂了 她是浮了水 她和我都喝醋 她是壹了 她都看不懂 她很少看到いる她們的心 她整個半月 她ары了 她和她聊聚 她一尾 她說得更多 她說得更多 她說得更可恨 和她說自己 名稱 她在《小女孩的空間》 她說甚麼 她一尾 演唱的 演唱器 歌《歌舞》 歌舞 可樂 《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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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 saudades sawalaranets 和力氣 和嘘 Strategy The外係 The other ugly one i thought she was very witty type She kept asking me to call out my father and ask them What she was doing today She kept asking me if my father had a date or not The Legendary industry She was certain away Operness, the blonde one, didn't say hardly anything at all. Every time I asked her something, she said what? They can get on your nerves after a while. All of a sudden, they had a date or not. She was a girl. 就聽我原來念一頁,剩下了我自己把兩葉一口氣念完後 這樣效果比較顯著一點,就直接開始 The bar was closing up for the night, so I bought them all two drinks apiece, quick, before it closed And I ordered two more Cokes for myself The goddamn table was lousy with glasses The only ugly one, the one ugly one, Laven, kept kidding me because I was only drinking Cokes She had a sterling sense of humor She and Old Marty were drinking Tom Collinses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for Christ's sake They didn't know any better The blonde one, Old Bernice, was drinking bourbon and water She was really putting it away too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kept looking for movie stars the whole time They hardly talked, even to each other Old Marty talked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She kept saying these very corny boring things like calling the can in the little girl's room And she saw Buddy Singer's poor old beat up clarinet player was really terrific When he stood up and took a couple of ice cold hot looks She called his clarinets a licorice stick Was she corny?The other ugly one, Laven, thought she was a very witty type She kept asking me to call up my father and asking what he was doing tonight She kept asking me if my father had a date or not Four times she asked me that She was certainly witty Old Bernice, the blonde one, didn't say hardly anything at all Every time I'd ask her something, she said, What? They can get on your nerves after a while All of a sudden, when they finished their drink All three of them stood up on me and said they had to get to bed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get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I tried to get them to stick around for a while But they wouldn't So we said goodbye and all I told them I'd look them up in Seattle sometime If I ever got there But I doubt if I ever will Look them up at me With cigarettes and all The check came to about 13 bucks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t least offered to pay for the drinks they had before I joined them I wouldn't have felt them naturally but I should have at least offered I didn't care much though They were so ignorant They had those sad fancy hats on and all And that business about getting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Depressed me If somebody Some girl in an awfully looking hat for instance Coms all the way to New York from Seattle, Washington For God's sake And ends up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see the goddamn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It makes me so depressed I can't stand it I'd have bought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a hundred drinks If only they hadn't told me that I left the lavender room pretty soon after they did They were closing it up Anyway And the band had quit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one of those places that Are very terrible to be And unless you have somebody good to dance with Or unless the waiter lets you to buy Lets you buy real drinks instead of just cokes There isn't any nightclub in the world You can see them for a long time Unless you can at least buy some liquor and get drunk Or unless you're with some girl that really knocks you out Let's When you do a long time Hey Let'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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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解完了 那第十一章 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内容 他整个的饭店历险记 不知道结束了没有 也许还没有 也许因为他要在饭店住好几天 这个才第一个晚上 看看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会 还停留在饭店里面不一定 那我们今天就 很简单的 恶药的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同学 假日的最后一天 明天应该要上班了 所以提前来做 不要拖太久 不要拖太长 感谢同学 晚安